继续Focus 欢迎住我家 如果要开放自己的家庭 让人家住进来 可不是住个一两晚 那么你欢迎的对象是朋友 麻吉 亲戚 那么在德国的这一个电影里面 讲的故事 其实是浓缩了德国 在这两三年来 对于欧洲难民这件事情 错综复杂的反应 欢迎住我家 那么是欢迎难民来 这个家庭做这个决定的是一个医生娘 您可以想象她的先生 一开始可能未必支持跟同意 而这个电影故事 也可以让我们了解 在人道精神里面 其实要谈包容这件事 是有很有挑战性的 收容难民是德国人 近年的共同课题 也成为这部德国罗拉奖 年度最成功电影的主题 别描述哈特曼夫妇 住在栋宽厂漂亮的房子里 却面临空潮期 当外科主任医师的男主人 年过花甲 最在意的是日渐稀疏的后脑勺 而少了七块肌肉的一坨肚腩 心事好是打回春美容针 而哈特曼太太是一位退休老师 爱心如火火山般不断喷发 现养万物众生皆平等 不想成为闲闲美代子的 哈特曼太太突发奇想 宣告要收容难民 而家里有几个人 就会有几种不同的意见 不过在经过一番讨论争吵后 一家人还是迎接来自奈吉利亚的迪亚罗 加入哈特曼家的行列 努力融入德國社會的迪亞羅 從收容中心搬入哈特曼家後 想當然會有語言文化的隔閡 而他也逐漸地發現 哈特曼或說是德國 和他原本想像中的 勿實平靜與和樂 有著相當大一段的差距 光是哈特曼家問題就不少 老夫老妻相處向冰山 律師兒子是工作狂 而大學年到31歲還沒畢業的女兒 更和老爸老哥心有千千姐 另外時不時還有親戚朋友 左林右舍來講話 或說是來亂的 阿特曼家儼然是德國社會的縮影 編導巧妙讓社會對收容難民的 不同立場都能發聲 並且威脅地來回辯證 她沒有一廂情願高唱愛與包容 畢竟接納與安置如此大批的新移民 確實存在著難解的困難和矛盾 而在看似嘻鬧的表象下 這不定不斥也是提醒德國人 作為泱泱大國該有的寬容與氣魄 世界是圓的超越了國界 新移民的議題不只現在或德國才有 那自古促成了民族文化的對話與交融 我沒有 為什麼不? 你很... 很長 在我們在韓國 有必須要女兒子直接得到女兒 可以先去學習 做教育 或許選擇多了就容易迷惘 但也顯得思想與存在的珍貴 唯有廣納不同意見 理性的思考與溝通 才可能產生同理心 並將人道精神付諸實現 我曾經有一個奧夢 我夢想 從英國由依靠民主義 我曾經有這個奧夢 是我的愛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好 感谢观看